遍密通常只经常发生的超过排便次数的25% 大便果干,多块钻或质地坚硬,排便不净感,肛门直肠梗阻或阻刺感 或在两年中至少有连续12周,每周排便次数少于三次的情况 此类疾病有先天性的 如先天性聚结肠,或者由于生活方式和习惯,感染以及解剖或生理异常等原因后天获得的 即便经过全面的检查,便秘的原因常常仍不明确 而且在许多情况下,是由多因素引起的 今天主要聊聊后天性便秘的原因 食物纤维涉入不足相对普通人群,富裕人群有更高的便秘发生率 食物成分,尤其是纤维组成,可能是导致便秘的主要原因 食物纤维涉入不足,将造成分别密度大 含水少,体积小,排出更困难 例如在西非,居民每日的非溶解性食物纤维涉入量平均为35克 平均每日排转变2-3次,很少有便秘的报道 而在美国,每日的食物纤维涉入量少于12克 在任何时间占人口总数3-5%的居民有便秘主速 非溶解性食物纤维的作用,通过将水分吸收到肠腔内 使分辨蓬松富含水分,而节肠的依次蠕动 部分是由节肠膨胀而刺激引起的 生活无规律时间表,安排忙乱,没有时间排便 正日益成为便秘的一个常见原因 尤其对于同时从事多种工作的人来说 更容易患上便秘 药物引起多种药物抗胆减能药物 抗抑郁剂,镇定剂可以通过阻止神经信号传导 削弱结肠平伐机运动协调性,而导致医院性便秘 对于明确有药物引起便秘的基本治疗 就是停止使用相关药物 或者在可能的情况下,使用不引起便秘的替代品 精神疾病,如抑郁,精神病,神经性验食症及其精神治疗 可能引起或加重便秘 随着那颗医生对于抗抑郁及精神药物 逐渐增加和普遍的使用 医院性便秘,已经成为真实的磷红问题 体重减轻,进食失调 滥温泻药进口射食不足,或摊食症 可引起排泄物减少 过度使用泻药可以通过脱水,低价,高美 改变神经传导和功能这些作用机制而引起便秘 泻药破坏肠神经元的角色尚不明确 长期使用与长期从神经元和结肠平滑剂改变相关来源 Spinel医学责任编辑 少晚云